美国严阵一带,以色列步步紧逼,中东未来占可能大于核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巴以核谈陷入僵局 伊朗按兵不动,有不少的声音认为 革命卫队这次是真的认损了 中东爆发更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了 但仔细一想又能发现,事情其实不太对劲 首先从行动上来看,美国明显还是对伊朗保持了高度的军事戒备 五角大楼接连把两只航母战斗群拉到了阿拉伯海 其中林肯浩在9月初和一度试图比进一半的海峡进入红海 为了防备伊朗,美国连自己在西台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都顾不上了 直接让第一岛链出现了航母真空 这样的架势明显不是觉得伊朗要松了的架势 其次,最近伊朗方面传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 就是不久前,新上任的改革派总统嚷嚷着要迁都 在中东,剑拔怒章之急提出迁都的要求 无疑是很不合理的 这可能意味着伊朗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内斗到了某种北热化的阶段 以至于这个总统不得不站出来 用迁都这个噱头来吸引支持者 那么改革派和保守派为什么内斗呢? 有没有可能是革命卫队正在准备顿手呢? 这中间可以推测的空间就很大了 最后也是巴以问题很可能进一步升级的最关键原因 就是以色列这个当事方明显还没有死心 还想着要把这场冲突打到底 美国想要稀释宁人 伊朗最近一个月也保持了克制 但是以色列的表现可是丝毫没有克制 8月底以色列国防军进入约旦河西 发起了自200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面袭击 紧接着内坦尼亚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发话 说几天之内 以色列就要和珍珠党开战 在中东调弃一场全面的战争 这还不算完 放话要打全面战争之后 以色列立刻采取行动 大举进攻加杀 跑去轰炸了南部的人道主义保护区 造成至少60人受伤40人丧生 以色列做的这些事情都指向了两个目标 第一就是要制造人道主义灾难 让美国下不来台 通过这种做法 内坦尼亚湖可以给执政的民主党制造更大的压力 一方面把美国捆死在以色列的战策上 一方面也是给特朗普助选 第二就是以色列已经下定决心 要让中东的战火继续烧下去 以色列从斩首哈尼亚开始 就没有把停战这个选项摆到桌面上 而唯一能够约束美国的以色列 又对内坦尼亚湖欲取欲求 目前看来根本没有约束以色列的意愿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伊朗就算真的耸了 最后也必然会被别的 不得不重新硬起起来 中东的下一步走向战的可能性 远远大于何 平目前的您怎么认为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共同来探讨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咱们再见 5月N日添亚 f第18期咱们 由你还说